我觉得她一直在微笑 发现没有 但是她只会笑了 不会哭了 这是因为车祸留下的后一天 对 就是车祸引起的 所以这135天 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这135天 对平常人来说挺快 但是对我来说 就像熬过了一个设计 刚刚开始的第一天 我还不怎么样 后来等她 往那肩膚室里面去了的时候 我才觉得整个天都趴下来了 我那个时候再开始直到哭 就没吃没夜地哭 然后哭完归哭完 医生每天就这么下病 我说不行 我要给她转院 然后我就在她 第三天自己不会呼吸的时候 把这情况切开 然后医生还是说她活不下来 那我就 就是说老爸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去抢救这个孩子 老爸用我的命去放他的命 我能愿意 然后在第四天的下午 我就给她转到贵娘室的 专门的老头医院去了 转过去的时候 医生也说 这个孩子有可能醒得过来 有可能醒不过来 你会每一天在她的身边守着吗 24小时成位间断 然后24小时 每天几乎就是8到9灯的灯漆 白年黑夜的这么位 然后135天我没有休息过 我没有睡过觉 爸爸她在街屋室里面 我也申请穿消毒服 一直在她的身边陪着她 你怎么可能撑得下去呢 100多天 那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信念 我的儿子一定会醒过来的 他是我的儿子 他才活到12岁 他不可能就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我觉得 能跟我们讲一讲 这135天你对她说了什么吗 那个时候我就说 每天给她讲故事 念书 念直音 每一个励志的故事 我都念给她听 每天晚上是7点到9点 这两个小时是规定了的 这两个小时必须我给她念书的 每天都念两个小时 四个半月程来没监督过 她有反应吗 你跟她说 没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你怎么能判断她听得见呢 对 我就内心感应 所有的医生过来就说 这个孩子不可能听得见了 有一次医生来看我念 医生也来给他念了一篇作文 他说你看我给他念完了这篇作文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念了也是白念 我说我要念 我的儿子我自己知道 他心里肯定知道 他只是不会说 不会表达出来 就这么每天 一天一天地熬 一天一天地熬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发现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 一直都没有 到孩子有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还没醒来 医生就跟我说 这个孩子最佳的康复 醒过来的时期是两个三个月 但是他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他醒不过来了 我就说不可能 我的孩子一定能醒过来的 然后就这么再哭 天天再熬 然后到了四个月 医生就那天把我叫过去 他说 曾三妈妈 我们跟您说一件事 我们从今天开始 对曾三停药了 任何药物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我们已经放弃了 要不你就买台呼吸机 给他带回去 活一天算一天 反正你这个妈妈 我们在医院这一百多天以来 我们也确实还把你付出了很多 没办法 这个我们已经尽力了 所以从四个月开始 这个孩子就停药了 停了 大概有一个星期了吧 看到还是这个样子没醒过来 这四个月以来 我就曾来没有骂过他 那一天我就火了 我就憋骂并哭 差不多花了几个小时 我说曾三你怎么能这么不争气 你是妈妈的儿子 你是妈妈的骄傲 曾来都没用我们费过心 但是你现在一觉就睡了一百多天 你的孩子醒过来 我就跟你说老师爸爸 如果你不醒过来 只要你一口气放了 我们住的是六楼 我说你是生产 你别把这一口气断了 我就等在六楼跳下去 我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 所以我就一直骂他 骂得挺上心 然后我就骂完之后 我就自己不吃不喝 我说既然他都醒不过来 我还活着有什么用啊 我就不活了 然后几天下来 我就少了差不多十斤 后来就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 我就晕倒了 后来医生就把我们的家子 叫过来 他说现在两个选择 救大人还是救孩子 你们自己选择吧 这个孩子 这样活下去也不说过也是 比这个大人你看 成一百多斤 现在刷到九十斤都不到了 后来我哥他们 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啊 他说如果这个孩子 真的不醒过来的话 我们就还是挺医生的吧 不要再这么牵持下去了啊 然后就输业 我就输每天输 输到第八天的时候 我就说我不输了 我说我输干嘛 你们救我 干嘛孩子都救不活啊 然后到一百三十五天 也就是我输完业的第二天 这个孩子自己就醒过来了 哇 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一天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嘛 早上起来我就说 今天都是一百三十五天了 你睡了还没醒来 然后今天外婆跟舅舅都要 从北京来看你 你一会儿就睁开眼睛看一下他们 我说外婆 你知不知道现在也瘦了那么多 一个老人家天天就只知道哭 什么办法都没有 你要拿着你以前的那种勇气来 我说你你就睁开眼睛看一下他们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大舅也在叫他 他说真三你醒过来 就给五次过来看你了 你睁开眼睛看一下舅舅好不好 你再做个一切那么乖 那么听话的真三好不好 然后他就直接睁眼睛 就会这样扭过来扭过去 我就说哎 我说哥他在看你呢 然后我就喊真三 我说真三 真三你认识妈妈吗 我说你听得起妈妈说话吗 我说你如果听得见的话 你就睁一下眼睛 你认识我是妈妈的话 你就睁两下眼睛 然后他一回来 一下两下 他就这么跟我说 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救医生 救他的医生 医生说他说你用扶子吗 想吧 这孩子醒不过来的 他说实际你自己想着 他醒过来了 他根本就没醒过来 我说真的 真的他会睁眼睛的 你去看看吧 然后所有的医生就过来 给他挥针 然后我就说 我说他只会睁眼睛 除了睁眼睛不会吸他的 那个医生就要他眨眼睛 他说曾山我是你的寡川医生 如果你认识我的话 你就眨一下眼睛 然后他就要他眨几下 他就眨几下 所以医生就说 哎呀真的 但是刚刚醒过来那一回 我特别的高兴 我说这一百多天 我没有 百努力也没有 百付出 然后医生就 寡川就给了我一个 那个 他说曾山妈妈 睡着这个孩子 已经醒过来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他醒过来 他就有一辈子睡在床上了 不可能站起来 他不能可能起来走路 你就这么一辈子照顾他吧 我说只要他醒过来了 就他能救我一生妈 我愿意这一辈子照顾他 不管他 他不在床也好 怎么也好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说他活到十二岁 我不可能让他这样 睡下去 只要他醒过来 我就有希望 所以从他醒过来以后 我就慢慢地教他 比幼儿女的小朋友还拿教 这个奇迹真的太了不起了 曾山 叔叔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最爱谁 最爱我 全给了我 把世界给了我 从此不知你心中余了 多想靠近你 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很爱